作词 李宗盛 你别彷徨 每夜也充满希望 不怕风雨 我一定会勇敢坚强 不怕寂寞 我是你的白感白 始终滴答滴答转而不停 一起快乐成长 始终滴答滴答转而不停 始终 我有快乐梦想 在这个电话上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猫腰好难 又不能随便使用魔法 但是乌鸦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说要替我去问魔法公事的 只要在这里注入魔法就可以了 你在干什么 魔法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 你这是个不交不可的大坏蛋 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 快把我放了 你给我安静一点 这会让我集中不了的 处于食物 剩下的好了就快点给我拿过来 可能还要再等上一会儿 怎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给我快点 知道了 你怎么这么长的老头 天天折腾我们 这算什么 都都 我们走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怎么不再玩一会儿再走 今天玩得很开心 你怎么这么长的 东西也非常好吃 那都是奶奶准备的 我什么都没干 对了 嘟嘟 都怪我们 你弟弟好像非常生气 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是呀 蛮对不起你弟弟的 刚才跟他一块玩就好了 然后呢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就跑到月球上继续跳舞了呗 怎么这样 女儿真是太可怜了 司徒格大叔还真是天天的地做坏事 哥哥 姐姐们 那个故事我也知道 你还是去跟猪娃娃一块玩吧 好吗 对了 还有一个呢 猪娃娃今天很奇怪 一直都在睡觉 我一个人无聊 有一次她还被雪人追得到处跑呢 谢谢姐姐 而且身上还只穿了内衣 真的 她肯定是生我们的气了 不用担心 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等会去哄哄她就行了 嘟嘟真是个好哥哥 那我们明天在学校见了 明天见了 有什么事吗 嗯 我以后再也不跟哥哥玩了 猪娃娃 你也不要跟哥哥一起玩了 今天真是奇怪 从来没这样过的 是哪里疼吗 在这里放入胡萝卜 猫手套 鱼骨头 还有鲸鱼的眼泪 真是看不懂 没有魔法公式 根本就不理解 这只乌鸦怎么还不回来 可能是昨天熬夜 好困 我的劳动果实终于要出炉了 道儿 刚才开始我就想问你要用这个做什么 在这个液体中注入我的魔法就会变成神奇的药水 简单的说 就是我要趁小月睡觉的时候把药水撒在她的身上 它就会变成石头 怎么样 我的计划是不是很完美 大石头 你可以趁小月不发现而接近它吗 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一次成功过 我是谁 肯定没有问题的 看那个 乌鸦会给我们带路的 虽然那个井的位子一直在变 但是乌鸦肯定能找到的 乌鸦会乖乖给我们带路吗 乌鸦肯定会认真地帮我们带路的 要不然它就会变成石头了 小月说要做什么要不肯跟我玩 猪娃娃一直睡啊睡得不起来 嘟嘟哥哥就知道跟自己的同学玩 没有一个人肯跟我一起玩的 坏哥哥 即使我消失了 他也不会找我的 消失了 太好了 他真麻烦 我也不需要哥哥 哈哈 你在哪里 哈哈 是哥哥 哈哈 不是 他是坏哥哥 我要让他后悔刚才没有跟我一起玩 哈哈 你在楼上吗 我得快点躲起来 哈哈 你在房间里吗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对了 我就跟他玩一下捉迷藏 哈哈 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找不到 可能是去小月那里了吧 我去看看 我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 找到了 头儿 我看到那个井了 很好 小月马上就完蛋了 头儿 你快看 那个井怎么这么奇怪 什么 什么 乌鸦 你带的路到底对不对 我又没说是这口井 真是的 要到那里还有一段路 如果不相信就自己找 你这个家伙 头儿 你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把乌鸦变成石头 你应该知道吧 所以你想代替它变成石头 对吗 怎么 刚才 刚才那一瞬间恐怖的感觉是什么 小月 小月 出事了 没看到外面贴着纸布的牌子吗 不说这个 你变得很奇怪 你快点出来看看 快点 小月 快看 小月 是不是很奇怪 金怎么消失了 难道又是司徒斐大叔干的坏事吗 等等 难道 怎么 想不到什么 想不到什么了吗 等一下 在这里 嘟嘟 你知道猪娃娃今天一天都在干些什么吗 猪娃娃 好像现在在沙发上睡觉吧 猪娃娃她今天一直都在睡觉 哈哈说猪娃娃今天很奇怪 一整天都在睡觉 她说她一整天都在睡觉 我们得快点从这里出去 快跑 你突然怎么了 我的头 小月 你这么突然跑会伤到的 看那个 灯情门怎么消失了 正确的说是被封印了 被魔法石钟封印了 魔法石钟 是的 是专门封印魔法的石钟 它有一段时间没走了 看来现在又开始开动起来了 你说封印意思就是不能再使用魔法了吗 那用魔法变出来的魔法锦魔法桥之类的东西都会消失吗 如果能找到魔法石钟在什么地方 然后把它毁掉 这样封印就能解除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也只好消失了 再过一会儿我的魔法也会被完全封印 我只能变回猫了 即使魔法再强 也会被一些看不见的铁链精进的给绑住 最后就会慢慢失去原来的力量 失去原来的力量 怪不得今天猪娃娃一直睡个不停 我们都没发觉 哈哈 孩子 哈哈 小月 哈哈 冷静点 头 来福 你没什么事吧 什么 魔法气球 停下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突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十五 乌鸦千万要看好了 知道吗 当然 不信你看 我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自由了 这是魔法石中的魔法封印 那这个魔法气球也会 这才好失败 街上突然多出了许多无缘无故昏过去的人 和不知从哪儿变出来的猫 小朋友们 现在千万不要出去 哈哈也跟着猪娃娃一起消失了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刚刚我没有不理哈哈的话 他也不会生气的藏到猪娃娃的兜里面去 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肯定会害怕的 好 好 明明是因为讨厌哥哥才藏到猪娃娃兜里的 但是这里是哪里 这里有人吗 我得找找看有没有出去的门 这里好高啊 哥哥我害怕 你不是说哥哥是坏哥哥吗 不是的 嘟嘟哥哥是好哥哥 是谁啊 是我 猪娃娃 猪娃娃 不对 猪娃娃是不会说话的 这里是魔法时钟的世界 所以在这我是可以说话的 是这样啊 正好 那我们现在回家吧 可现在我所有的魔力都被这魔法时钟封印了 没有力量了 你不是说这里是魔法世界吗 好好 看一下那上面 上面 那是封印魔法的珠子 本来我也应该像那一样被封印住的 可能因为跟你一起的关系才没有被封印住 封印魔法的珠子 不能使用魔法我们怎么回家呢 封印的时间一过本来是可以回家的 但是你看那下面 那里就是魔法时钟的钟书 那里好像出了问题 如果照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也许封印永远也解不开了 永远也解不开 是什么 解决不了时钟的问题就会那样 也就是说 我回不了家了 也看不到嘟嘟哥哥和奶奶了 是这样吗 怎么不是都烧成这样了 我们还是快点去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了 我不要去奶奶都做 我们今天就好好地帮奶奶打扫一下 好 打扫开始了 不要 我不要看不到大家 不要 不要 绝对不要 不要 绝对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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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子 母脸 小月已经解决了 真的 魔法都回来了 小月 钢琴门也回来了 魔法井也应该回来了 这样哈哈和猪娃娃也会回来的是吧 好慢 小月 他们只是稍微晚了点是吗 应该没问题吧 放心 马上就会回来的 奇怪了 封印都解除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猪娃娃 我想死你了 猪娃娃 你看到了吗 我把魔法石钟毁掉的 怎么了 又不能说话了 那是因为你把魔法石钟弄坏了 你是谁 我 我是司徒非用魔法变出来的 所以 所以应该是不怎么好的怪物吧 是你让魔法石钟在封印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坏掉的吧 不 还有就是我要把你们变成石头 小月 小月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一个地方 马上回来 猪小子 你比看上去的灵敏 我没有人了 还行 吗 好 烧 猪小子 贵 猪小子 怪物 怪物 我是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要好玩了吗 猪娃娃 这次为什么不行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 看上面 刚才你是借着被封印的珠子的力量才可以破坏魔法时钟 现在珠子消失了 所以你也只能乖乖的变成石头 猪娃娃 看他笑的 肯定是司徒斐做出来的 没错 马上就要变成石头的家伙 话还真多 聚集能量 这下糟了 奇怪了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用硬直的魔法做出来的怪物 当然是回到了谁自己的地方 幸亏我找到了你们 小月 小月 时间有大了 我们就去 快点走吧 嘟嘟很担心你们 真的 哥哥他在担心我 快点走吧 快 快 哥哥 哈哈 哥哥 平哥很好 真是外星 一个人害怕是吗 是哥哥不好 我也不好 对不起 哥哥 我不该讨厌你的 你们俩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兄弟俩感情很好的 是吗 小孩子就是在打脑中长大的 不要太在意 我有事先走了 哈哈 我们来玩拼图怎么样 好 猪娃娃也来吧 是啊 我们的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呢 砰砰 小时 不太烦 有点 要游戏 快要破坏 这是 不游戏 很快 娃娃 一眼 当监狗 很快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